大家好 我是毓民 首先我要在此多谢过去十几年来 对MyRadio不离不弃的朋友 没有你们的支持 MyRadio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 我要在此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MyRadio MyRadio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 除了毓民原有的节目在此做直播和制作之外 我们也在制作一些新的节目 不久之后就将会退出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 新订户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 去订阅MyRadio的YouTube频道 这是对MyRadio的支持 令到我们的声音无缘忽戒 第二就是付费支持 你可以通过交月费 或者加入Patreon做会员 你也可以支持MyRadio的 天涯若備论 MyRadio继续发声 贯彻声嘻力竭 继续青筋暴言 身体力行 隔空发功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8日 现在是晚上10点02分 毓民踩场 星期一 现在又开麦了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 我也很有兴趣 其实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最近电影的市道非常之差 偶尽也有一两部比较耀眼的电影 去年大家都知道 毒舌大撞 很迷得 但是一年现在 老实说 香港出了多少部港产片 有数得计 我们看到数据 去年2023年香港电影作品 正式公演只有44部 2024年到现在 正式上演的只有15部 而且很多都是小本制作的 有些甚至要拿电影基金 发展基金钱去拍的 那些所谓的大公司 现在数来数去就只有环雅 还有林小明的环宇 还有英网娱乐 一年只能开一部电影 还有向华强先生那个《中国星》 你也很少看到他开电影 自从搞到之后 老实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拍的电影没有一部赚钱 他接他弟弟手 真正赚钱的 那不关他的事 他都用了那些大卡士 刘德华、李廉杰 那时候他没有用周星馳 到他接手的时候 他弟弟在94年开始 94、95年已经不拍电影了 市道已经开始 一临到97年后 他就看准了电影市道 开始走下播 最糟糕的时候 在80年代 尾到90年代初 步步收几千万 多恐怖 到了97年后 香港电影就开始扑街了 到20 这个千禧年 那时候是电影市道最差的 最辉煌的时期 70年代到90年代初 那时候 20年左右 很可怕 那时候 香港经济起飞 亚洲四小龙 香港所谓主权移交 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80年代 80年代 你看看那些电影 真的很厉害 那时候 就算去到 比较早一点 这些历史我们其实都很清楚 但是今时今日 不要说今时今日 这几年都衰到贴地 甚至说近十年 在千禧年 在千禧年 就是2000年 2001 2003 都是差的 那时候一部电影很耀眼的 很厉害的 就叫做《无间道》 是2002年拍的 刘伟强 老闆就是林建岳 还对 后来拍了三部 最厉害的是 为何要说《无间道》 因为看到一段新闻 就是《无间道》的导演 刘伟强 之前他拍《古牙仔》 也有很多部 到拍《无间道》的时候 那时候是香港电影市道低迷的时候 我哄了老闆 不敢挨够钱出来拍《无间道》 结果这部电影是当年最能收到的电影 五千五百万港币 没算 只是香港五千五百万 台湾收六千多万 其他地方都收 最厉害的是 这部电影 马田史高西斯 卖了这部电影 的版权 翻拍英文版 那部叫做什么 叫做Departed 我记得是中文 就像《无间道风云》 我记得是 马田史高西斯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欢看他的电影 因为他拍《黑帮电影》 都算厉害了 你明白吗 尤其是跟 《罗密迪尼路》 《Al Pacino》 也有很多 《道易有道》 《二壁云天》 很多部 《Casino》 很多部 李安纳、迪卡比奥 和他合作过很多部电影 其中一部就是《纽约风云》 他特得奖无数 马田史高西斯 但是他还没拿过奥斯卡 最佳导演像 但是翻拍这部 《无间道风云》 又能收到 那时候是9000万美金 拍这部电影 收到2亿多 拿了4个奥斯卡的奖 他第一次 拿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当然他拿过很多 金球奖 什么奖 一大堆 他是获奖无数的导演 但是奥斯卡金奖奖 最佳导演奖 就是拍这一部 靠这一部 这是2006年 所以刘伟强经常拿出来说 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还有卖版权 给他收到很多钱 所以林建岳拍这部电影 真的 不用亏本 这些老闆经常掏钱 你不用亏本 他偷笑 你还可以赚钱 接着后来就拍多两部 为什么说刘伟强呢 就是我看了今天报纸 的报道就是 他说现在香港市道很差 这个就是 今天 我看到 这个东方日报 就是在C1那一版 有一个报道 标题就是 市道北境 刘伟强丘 揽住死 停风生气 急煞停 这个是一个报道 这个不是娱乐新闻 当然是放在C1那一版 那个报道就是这样说的 我略略说一说 其中有一段 就说 就是说这个 香港的影视业 就步入一个寒冬期 连金像导演刘伟强都受牵连 他原本打算 就火拍这个 就是影帝谢霆锋 强强联手 开拍大制作 但是呢 现在就说要紧急煞停 无限期押后 那就真是没水 主要原因就是没水 那 他说 因为刘伟强说 电影市道低迷 隨便拍就会抱着一起死 但是 不隨便拍呢 那你哪个肯出钱呢 那票房是这样 要么 要么你和大陆合拍 就是大陆 那些港产 即是合拍的片 在大陆也不能收到 是吧 最近一部台湾片就厉害了 是吧 周处徐三害 那就是港产片 或者不是港产片 即是和他合拍的片 一年有多少部 最近是没有报得 是吧 另外就是 有个网剧叫做反刻 反刻二 原本是反刻一 那时候在YouTube那里播 现在就扔了很多钱 就要去拍 拍几十集 又不行 是吧 即是开不了工 全面停工 因为没有钱 是吧 是吧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 谁肯投资呢 你找哪个老闆去投资呢 是吧 古天乐已经是一个异数 是吧 最近那天百日之下 是吧 他经常去帮这些 就是拍这些电影 他都投资这些电影 是吧 就是去帮香港的港产片 是吧 所以这个是 所以抵他做这个演艺人 协会的会长 故事真的是 对香港电影是非常有心的 是吧 但是为何会这样呢 是吧 我就是 对香港电影 我们是有那个 我们在香港出生的 过去这几十年 是吧 看无数的香港电影 是吧 我有很多老朋友 我就是 要是电影公司老板 要是演员 我也很熟悉的 是吧 就是 我九十年代初 我都投资过一部电影 有份给钱的 OK 我自己都客串拍过几部电影 所以 就是 对那个电影的行情 在九七前后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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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和政治有没有关 是吧 当然和当时的经济环境也有关 是吧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喂 疫情之后 不要说疫情那三年 疫情之后 真是经济不景 民生丢弊 百业萧条 是吧 这个是不是事实 是吧 那你百业萧条 那你电影 哪可以幸免呢 你告诉我 是吧 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客观的因素 就是这样 是吧 真的很可憐 很多人都没有公开的 是吧 那你票房又不行 那你的投资者 当然是却步 大哥 如果你说要拍这些 那时候拍无间 到2002年的时候 五千五百万 不是收五千五百万 但那部电影要给三千万 大哥 我投资那时候也是 港币 是吧 都很多钱的 是吧 那你是有林建岳这些老闆 临得起又喜欢拍戏 是吧 那你整间公司 这几部电影最出名 是吧 又赚到钱 是吧 所以是很难搞的 你明白吗 那现在怎么搞呢 是吧 最近看回报道 就说这个 张家辉和陈伟霆拍一部 叫爆裂点 都死了 是吧 喂 想着可以收两亿 就刚刚掌握到那条数 是吧 人民币 现在只有一亿人民币 是吧 是吧 所以 刘艺强最近要开一部大片 现在就是 很难搞的 是吧 是吧 謝庭峰有一部叫路火蔓延 原本在農曆新年之前 是杀科的 但是 拍到最后的时候 超知得很厉害 是吧 上个月才正式完工 是吧 是吧 也是很可憐的 另外我其他的片子也是 全部都出问题的 是吧 很难搞的 所以 这个新闻呢 就去到这个 就是在台湾 《自由时报》同日 都有一段 这样的报道 差不多的 我要讲的就是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有讲过一次的 在2021年的10月份 是吧 立法会三读通过 这个电检修订条例 他就因应这个 所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的 就是颁布施行 国安法出来之后 大军压境 喂 各行各业 你都要量一下 哪些会有机会 违反国安法 是吧 我都讲过一个自己的 我的亲身故事 我出的那本书 《夏文医药上天兰熙》 帮我印开书的那间印刷厂 大家交易了十年了 是吧 不用说话了 到时到后 是吧 就传个 就是 传个 材料给他 是吧 价钱都不说了 是吧 那我买了那本书 那我买了那本书 就会印的了 是吧 就是不印 我买个电邮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国安法 那时候是2020年 我要印这本书的时候 2020年的8月 2020年的7月1日 就是国安法出路 OK 这本书 你不印的 你很大事 那找谁印的 一向光顾这个 十几本书都是他帮我印的 我出书 我就不是说 出版社 找我出一本书 然后分版税给我 十年没有做这些事 全部是自己出的 接着利用两个地方去卖 一个就是书展 一个就是年宵 这样就够了 OK 你去书局卖 通过法行 天黑了,到你收回那些書回來的時候 收回那些錢回來是計稅那麼多 但是我們因為有自己基本的支持者 賣一本書,一個版本,二千本 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不怕告訴大家,在台灣現在 出版業是否好像比香港好些 你試試寫這些書 你看有沒有人買 我告訴你,我們最近有些香港名人 來到這裏出書,是書展那裏給你看一看 接著開新書法部會,有人買一下 去到書局,我就去巡邏 真的沒有人買 台灣這麼大的市場 可能買到三幾百本就偷銷了 你還要講香港 誰在這裡 你講台灣政治,你都不看了 是不是? 所以是淒涼的 很簡單 李儀那本《梅逆錄》 在這裡用一間最好的出版社 印黑幫她出 是不是? 條件也很好 真的賣得多少本呢? 你說我們 是不是? 當然因為李儀過了身 如果有人還在這裡 可以做宣傳 是不是? 所以那出版社 分分鐘是虧本的 因為當初簽的條件很優厚 但是後來李儀就過了身 所以很難搞的 我告訴大家 好了,這些已經是沒有政治因素了 有政治因素更加不用遲 香港怎麼會還有政治書呢? 是不是? 好了,電影一樣 是不是? 所以這個《國安法》大軍壓警的時候 所有與創作有關的 都受到打壓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電檢條例》三讀通過之後 在2021年 我最記得是10月7日 我找回那段文章出來的時候 就是 他修訂這個《電影檢查條例》 間時的《電影檢查條例》很簡單 色情、暴力 一定是一級、二級、三級等 以及一些送審的規定 基本上相對來說是稍為自由一點的 你說你拍電影的時候 你當劇本是天馬行空 你不會先想政治 你與大陸合拍的電影 當然你要送審 所以那時候 杜其鋒就說不去拍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現在香港就與大陸一樣 你這個送審 他還要加一個國家安全 所以《電檢條例》的修訂案 主要是說 那個影片檢查的機制要改 改什麼呢 就是影片在上映 或者發佈 如果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情況之下 就禁止這些電影上映 即是發佈 和上映 你十年拿最佳影片 你可不可以做 做都不能做 做都不能做 回去做都不能做 對吧 有些說反送中運動的電影 你這條電影檢查條例出來 你就不用了 不用指香港有得做 拍你也不用拍以後 不說政治了 現在香港的電影人求生存 他不會屎發人家 拍一部反政府 或者嘲諷共產黨 或者好像這時候 張堅廷拍那些 表姐你好東西那些 不會拍那些電影 大佬 鄭玉玲走出來說 九七之後 不會拍這些電影 甚至大家不知道 記不記得有一部電影 其中一段片 我早幾年都展出來了 就是 就是這個 那部是不是鬼片來的 盧海鵬的鵬哥 去打小人 打小人叫梁振英 這樣都行 現在行不行 不行 但是沒有人會拍這些電影 大佬 但是你也死的 你也害怕的 他說 那個檢查員 無上的權威 可以施加條件 規定影片 要加入一些指名告示 才得到核准上院 和庫權電影檢查 監督殺取關於影片 上映的資料等等 然後又將這個條例 擴大到那些錄影帶 雷射碟 全部都包賣 真的 涉及國家安全 就不行 我之前也有說過 地政處 喂 在批地的過程中 他也要加上國安條例 那為什麼呢 我投一塊地 說一億聲的 怎樣為之國家安全 你沒有很具體寫出來 我投這塊地的時候 怎樣才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那誰肯做生意 老實說 所以 現在香港電影市道低迷 除了經濟不好 對吧 剛才我說過的客觀人因素之外 對吧 加上 現在的串流平台 這麼方便 人家的戲都很新的 人家都拍新片 Netflix也好 的士尼也好 HBO也好 喂 給一點點錢 任看 還要共用的帳戶 對吧 最近的士尼就要收緊 多了這些串流平台之後 你對電影一定是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對吧 大家去拍網劇 很多人就是台灣特別多的 對吧 所以 國安法的殺傷力多大 現在多了23條 我說政治的 你可以說我自己的辱文 你甚麼都會扯到政治 那你細心想想看 可以不可以 那你電檢條例為甚麼 拆個國安法下來呢 尤其是電影創作 藝術文化這些 大哥 你每次都要做個政治審查 沒得搞的 大哥 對吧 你整個文化藝術 對吧 這個是沒有生機的 這個是 這個是常識來的 已經是 對不對 那大家會自我檢查的 對吧 讀劇本的時候要想 等於那時候 香港的電影界很反對 送審的制度 現在你就等於送審 香港 一向都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 言論自由的社會 對吧 現在變成這樣 那你怎麼拍 拍甚麼 真的 好了 你要電影賣得 你當然要 喂 要靠那個創作 天馬行空 你看韓國的電影 甚麼題材都有 你想不到的都有 大哥 我最近看了一部破幕 哇 這樣都可以拍 好看都不得了 好看都不得了 去台灣看一部破幕 是吧 又有風水 又有 有少少講政治 到最後 真的 日韓 日本 韓國的那些 恩怨情仇 都放在電影上 是吧 好看的 那就是一個劇本 創作 要創作自由 政府有支持 所以韓國現在多厲害 無論是電影也好 這些劇也好 香港便可以死 所以我今天看到劉偉強這段 我就想到 真是糟糕 香港 我也不想香港死 是吧 我怎會這麼刻心 想香港死 人在台灣 想香港死 我真的不會這樣 是吧 我們是念念不忘 現在有抑鬱症的原因 都是因為回不了香港 是吧 而且因為看到香港 不斷向下沉淪 令到我現在 有精神病 我去告訴你 你真是 好 休息一下